神的恩典 我今天的信息是在祝神的应许 叫我们凡事得性 重点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 圣经是充满应许的 神其实叫我们做很多的事都带有应许 例如祈祷的时候 你不用用很多重复 因为你未求以先,神已经知道 圣经也说到,连书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必蒙连书 圣经很多说话都说到 当我们如何跟从神的时候 神就会应许祝福我们,纪念我们,赏赐我们,加力给我们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对神很有信心,放心 祂一定会照着祂应许去做 那么我们的人就会和神的关系很有信心 不会担心死了 神现在是否宽理我呢?是否接立我呢? 担心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呢? 而是触实圣经的应许,记住这些应许 我希望大家尽量记得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其实是多到不得了的 首先我们明白的点 就是神的应许是实在和不改变 是非常肯定和不会改变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光临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时的 所以借着祂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就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时的 都是是的 yes 借着祂都是实在的,是可靠的 是必然会应验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了 下面有一些应许 有个图里默然爱我们 神是时时爱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用说 这一阵神爱不爱我呢? 我有问题 神是不是不爱我呢? 我们就整天记实 神是默然爱我们 永远都爱着我们的 下面那些字 神一定赦免拯救 当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一定赦免拯救 神是陪伴我们 在我们前后 环绕我们 按手在我们身上 还有呢 那圖呢 有哪个圖呢? 神提升我们的生命 神供应求神的角度的人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意 这一切就加别我们 神答应了 神提升爱他的人 爱他的人呢 神就为他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神会祈念和赏赐我们 这都是圣经其中一部分的应许 希望我们整天记实 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很有信心了 相信神一定喜悦 所以在我祈祷的时候 也有一个互动的祈祷 我真身悔改 神一定是欢喜的 天堂为我欢喜 我真心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我真心去祝福人 就必能不能不得赏赐 我真心倚靠神 神一定带领我的路 这样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所以在我祈祷的时候也说 耶稣 我知道祢在爱我 我是知道 我知道祢在陪我 我们的祈祷也可以多一些 这种祈祷 神我们亲近祢 我们真心亲近祢 祢一定亲近我们 一定陪伴我们 希望大家在领敬拜 领祈祷 都加上这些肯定的说话 因为圣经是说了 就叫人不用担心 另外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6章17节一起读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就起誓为正 这个经文说到什么呢 就是神向阿伯拉罕应许起誓 叫他的子孙多起来 其实在加拉罕也说到 不仅是他肉身生的子女才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而是我们恩信耶稣基督 也都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个应许是实在的 神是起誓的 这里就说到 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 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 他会祝福 凡是信靠耶稣的人 是不改变的 是不会 离开这件事 是永远都肯定的 他就起誓为正 起誓告诉我们 必定应严 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 神的应许是必定应严的 我们只要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做神所吩咐 神一定祝福 即使我们未完美 我们求主赦免 神就祝福 然后当我们做任何神吩咐的事 神都一定喜悦 那我们就有信心 就是说 我们就算不够完美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就可以放心 然后我们做任何小的事 神都喜悦 当然我们做小的事 神喜悦 不代表我们就停留在小的事 而是我们会更加做更多 神吩咐我们的事 好了 这里讲到一些神的应许 祂的祝福 我们一起读完 马太六章十三节 因为国度权兵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其实这里讲到神是有权兵的 神是耶稣有权兵的 那是从上头刺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兵扮我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 那得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刺给他权兵制服列国 这里讲到都是权兵 那为什么说权兵 因为神有权兵 所以凡是信靠亲近遵从的人 就一定得到祂所应许的事 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手中 所有世上一切的事 所发生的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所以 祂有权兵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 在主动文讲到 国度权兵永远 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都是你的 和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权兵都已经给祂了 然后祂参与我们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兵 而罗马斯十三章一节是非常重要的 是没有权兵不是出于神 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发生的事 都是权兵从神而来 我们就不担心不忧虑 因为神一定照顾祂的儿女 虽然 神是说了末后的日子 是必然很多灾难 圣经是有说到的 但是耶稣也说 当你受逼包的时候 你不用怕说什么 因为圣灵会亲自指教我们当初的话 即是圣灵会跟我们一起 会陪着我们 如果祂教我们当初的话 祂也会供应我们的食物 带领我们如何能够得安全 因为祂的儿女 不会全部都在大灾难的时候 全部都被杀的 祂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儿女 虽然有被杀 圣经是有说到的 你要被万民恨慕 并且要被他们杀害 但是 所有被主 因爲主的缘故而被杀的人 神都是同他在一起 一直在受苦的阶段 并且永远赏辞 其实是有福的 为主受苦是有福的 甚至殉道是有福的 所有权兵都出于神 所以我们不惧怕任何权兵 因为最后是神有这个权兵 耶稣亦都说 当彼拉多说 你知不知道有权放你 耶稣说 不是 耶稣没有答 我不是 只是说另外一个权兵 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 你毫无权兵扮我 你完全没有权兵 因为神给你这个权兵 而耶稣应许 在启示录那七封书上有应许到 那德性 德性的意思就是 信靠耶稣 一路跟从耶稣 做耶稣所吩咐的事 一直到底的人 我就要赐给他权兵制服列国 即是说我们能够 靠着耶稣德性 将神的福音带到列国 祝福列国的人 是我们各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兵的 我们现在网上其实这么方便 如果我们都懂英文的话 就可以向很多说英文的人 去发放信息 中文都有很多国家的人 懂中文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有权兵 去祝福他们 耶稣这个是应许我们的 我们听祂的话 神就给我们权兵 我们的侍奉一定是神喜悦 和神祝福的 好了 神应许我们不用担心 这件事很重要 很多人就担心 神会不会做 神会不会照顾我 他担心神做的部分 很搞笑的 我用个例子 有一个幼稚园小朋友 跟妈妈说 你今天会不会不记得 带我回家的 会不会 你不记得 预备晚餐 我就饿死了 或者我今晚 床 你又被别人睡 我今晚没有床睡 那怎么办 那小朋友 会不会这样跟妈妈说 是不会的 他是知道他妈妈一定会照顾 他答应 他怎么照顾 他一定照顾他 但是很多人就担心神做的 就没有想他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信靠祂 相信祂是祝福 亲近祂 遵从祂 做祂所吩咐 神一定做的部分 祂的部分是什么呢 祂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有些人说 有些基督徒都饿死 在碧巴的时候都会有饿死 不过 他们一定有神的陪伴 其实即使死也不是一件 那么惨的事 而神会加力给他 只要我们亲近神 就算饿死 神都会供应我们 给我们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所以我们什么情况都说 神你一定有出路 就算有一天 我自己也有心理准备 如果我自己受逼迫 被人打 鞭打 甚至要判死刑 那我心里面 我就会知道 神一定和我一起 神一定喜悦 神也会跟我说话 教我怎么回应那些人 那我的心呢 我是 我当然人一定有惧怕的 但是我会告诉自己 我不要害怕 我不是好像很害怕 很害怕 不过我告诉自己 我真的有心理准备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 我真的说 不要紧 因为 在永恒 我能够为主受苦 是有福的 其实 我的生命 什么时候完结 不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 就算痛 可以很痛很痛 不过神你有方法 帮助我 减少这个痛楚 或者完全没有这个痛楚 或者在痛楚之中 给力量我 我只是做 我应该做 信靠 亲近 遵从 荣耀神 神负责一切的后果 例如另一件事 就是侍奉的果效 神都是负责的 神负责 我们所做的事 如何影响人 是神负责 但是很多人 就担心神会不会做他做的事 神说了做他一定做 所以我有句说话就是说到 神应许我放心 信心其实就是放心 放心 神会做他的部分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好了 以下就讲到一些 神应许了的东西 神应许卸罪和拯救 神经说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顺势公义一定卸灭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的七月不宜 还有有忧伤的灵 忧伤痛苦的心 主必得轻寒 那我们就说 神啊 我真心悔过 你一定卸灭 但有时我们人都会这样 重复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重复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一样可以求着卸灭 但我们不用说 糟了 不知道神是否卸灭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深信 神一定卸灭 但我们说 神啊 我愿意憎恨这个罪 以后我不再犯这个罪 求着你帮助我 离开这些罪 那我们就有肯定的得救的确据 我真心悔改 我真心信靠耶稣 是一定得救 不需要怀疑的 我都见过很多基督徒 他担心 他说 糟了 我这段时间 又犯罪 我有很多软弱 那耶稣会不会救我呢 只要一个基督徒 他犯了罪 他真心悔改 知道罪是可怕的 他真心悔改 求主赦免 神一定赦免的 但是如果他说我犯罪不重要的 我信了耶稣 做什么事都不重要的 我是信了耶稣 我就犯罪都不重要 我就去天堂的 那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是继续悔改 信靠耶稣 憎恨罪是 去离开这些罪 那你说 是否要百分之百离开罪才能赦免 不是的 当然我们尽量离开罪 不是说 既然不是 那就离开些 又不离开些 那这个是 被魔鬼留地暴 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 还有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所以呢 我们知道犯罪是很严重 所以我们不去犯罪 但是 如果你偶然有罪 你就不要说死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 我们坚定相信 我们真心痛悔 为了任何的罪 真心的痛悔 好了 什么情况 讨共蒙英文 这个问题呢 其实圣经是很清楚的 不过很多人就觉得 圣经的允许不足 要做多些事情 用其他方法 神才会允许 神说了 我们就触实这个允许 神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以赛书罗五章二十四节 你们尚未求告 我就英文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随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要的 你们的父祖已知道了 这个呢 是令我们放心的 就是呢 我们未求告 神已经 神就英文了 正说话的时候 祂就随听 就是神根本知道你的心 只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呢 祂一定会照着祂的应许 祝福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不用担心 死了 就是很多人就说 死了我祈祷不够好 没有说那句话呢 不知道怎么祈祷 没有祈祷 没有说那句话呢 那神就不应许 都有很多人问我的 他说呢 我有个问题 我要怎样祈祷才行 我说不是你怎样祈祷 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 你信靠亲近神 尊重神 神一定 你未求的 他都为你预备的 你不用一定要 讲足每一件事 和怎样讲的 当然我们可以讲 绝对可以讲 不过不是说你要 怎样讲 神才会英文的 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 因为圣经说 最主要是我们跟祂的关系 我们未求以先 神已经知道 以下也都讲到 怎样的土共蒙英文的 我们一起读 约翰15章7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也都很清楚 讲到一个条件的 就是我们常在他里面 和他有生命的关系 那有些人说 我只是 那么少时间 行不行呢 那当然我们应该更多时间 其实我们祷告 不要习惯只是一日一次两次 而是 一可以的时候 都时时赞美神 感谢神 欢喜神 爱慕神 荣耀神 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一个祷告的状态 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要我 整天都要在这个状态 我才蒙英文呢 又不是的 不过我们尽量在这个状态 因为尽量在这个状态 我们的情绪会更加好 我们更加有力量 神更加喜悦 我们就更加蒙福了 所以我们就说 我常在耶稣里面 神的话又常在我里面 我常常记住这些话语 我们背圣经有很多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记忆念 譬如这个经文 你就记住 我在耶稣里面 祂的话在我里面 我们愿意的 我们祈求 就给我们成就 我们就记得的意思 然后呢 尽量有些经文 就可以开始 去念到一部分出来 然后最后呢 就是真的 逐字 逐句去念出来 但是总之呢 我们 记得里面的意思 就是我常在耶稣里面 他的话上里面 就是我捉实神的话 其实圣经很强调他的话 但有很多现代基督徒 少看圣经 少念圣经 少去应用圣经 少捉实圣经 我希望大家常常捉实圣经的话语 好了 那下面我们一起读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事我们向他所传 坦缘无惧的心 那这里呢 就说到 照他的心意求什么呢 他就听我们 我们是坦言无惧的 不用怕的 那有些人说 那不是求我的东西 求他的东西而已 他的东西 是不是一定最好呢 有些人的心 就会这样的 觉得神呢 好像后母那样 那些不好就执给你 好的就不给 因为这个是一种 人对神那种很 真是很羞辱性的 怀疑 因为神有个这么好的神 为什么会怀疑神呢 将那些不好的给我们呢 神是将最好 那有些人说 不是了 我喜欢个美女 神给我的不是最美的那个 其实美不是最重要的 或者有钱 我要个有钱的 神未必给个有钱你 或者甚至 神没有给你结婚 那有些人呢 总是要结婚 结婚才行 那当然你找到 适合的配偶 是信耶稣的 是神预备 当然是最好 但有时 未必有的 不是代表 不结婚就慘的 神的旨意 但有些人很害怕 很害怕的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宣教有个传道人 我说到呢 有时有些人 是会单身 他很大反应 他说我不喜欢听到这个字 单身 我不喜欢听到 是传道人 因为他很难接受 他觉得这件事 是不对的 不好的 但是 其实 保罗也说到 他说那些 单身那些 那些 他的心是给神的 当他结婚 他的心是会给他的 配偶的 给他的家庭的 那我们照他的心意 其实他的心意 一定是我们一生人最好最好 没有一样好得过的 所以我们就照神的心意 那你说我不知道是什么 神的心意 那我们就留意 圣经的话语 留意我们生命 到底我怎么样 可以和神有亲密关系 时时想这些 我怎么样和神有亲密关系 我怎么样能够荣耀神 如何祝福我周围的人 你在这个心意之中 你就自然会进入神的计划 就是你一路走 都是 如何亲近神 如何尊重神 如何荣耀神 如何祝福人 帮助人 时时都在这个心态 神就会指示你当行的路 但如果一个人 整天都想着玩什么 吃什么 去哪里玩 去哪里娱乐 如何找朋友聊天 他整天都是想自己的东西 他的心就不在神那里 他就很容易偏离 所以我求主帮助大家 以神的事为念 心装满了都是神的事 整天想到神 和人聊天很容易说到耶稣 说到耶稣 不是代表你要很强迫性 和人说的 不用的 而是心是柔和谦卑 会聆听人 亦都可以有机会的时候 分享耶稣多好 是很自然说出来 不是强迫性的 有些人分享耶稣 也很强迫性的 你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很惨 就是很强迫性的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 是一种柔和的生命 人会看到是会欢喜的 那我们照神的心意 求 关心神的事的时候 自然 神就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他就一定听我们的祈祷 他在这里很清楚说到 想在耶稣里面 神的话想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的祈求 这样的心的时候 愿意的心 都是和神有关 当然 亦都有很多事 是和我们生活有关的 神都是乐意 供应我们的需要 神不是叫我们 个个都很穷 很惨 不是的 祂都想我们活得开心 由我们照祂的心言 好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很重要一点 是什么呢 诗篇三十七篇四节 又要以耶和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彩书五卫八章十四节 你就以耶和为乐 耶和卫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我们读到这里 好了 这里说什么呢 在我们祈祷 很重要的是以神为乐 整个生命都是以神为乐 祈祷不是每个磨神 神啊 我要啊 快点给我吧 我们不用觉得 神很不想给我们 我们要求祂 就是觉得神是很沽寒的 神呢 总是那些好事不给我们 我们不需要磨神的 神会自动的 真的 在我人生 我发觉神比我好的 真的 数之不尽 每一样东西我经历都是好东西 就是我由初信主 我已经很想有人信耶稣 我经常都有这个心 我初信主就想到 全世的这么多人都不得救 他谁说给他听呢 我就说 神啊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成为一个牧师 将来祝福更多人 我经常都以神的事为念 我去到哪个地方 我都经常跟人传福音 那时候我神学院 我那时候在外国 那里有YMCA 我在那里做工 那些人就回来 我又跟他说耶稣 有一次有个同学在那里 都是做工 他见到我传福音 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 音音地笑 我知道他是觉得 那样东西都会做的 人家都未必相信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很不自觉地 他的笑容 我看到他 知道他不是欣赏 他是觉得很丑怪 但在我来说 无论那些听的人 或者这个神学生 我都不介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神为乐 神是我的喜乐的来源 有人不喜欢是他的问题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那些 不看重神的人 他的想法 有些人都跟我说 你信得很迷 因为他不信耶稣 他觉得很迷 即使基督徒也有些会觉得是这样 但我知道 神是最好 以神为乐 什么意思呢 我总是数算神的好用 我经常都觉得神是最好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喜欢神 超过我太太 我很喜欢我太太 但我喜欢神更多 因为神是真的极度美善的 喜欢祂什么呢 喜欢祂創造我们很奇妙 我们身体很奇妙 祂关心我们 祂救我们 祂創造大自然很美 各样都很美 我们整天拍摄小鸟 真的有很多种款 真的无窮无尽 神做那么多奇妙的 有那么多花 那么多蝴蝶 那么多种鱼 美好的东西 那么多种食物 都是神的美善 还有神感动我们 听祂的话 我们不听话 祂也感动我们 听祂的话 真的很好 所以我想到神 我就喜欢了 虽然不听话 神都依然这样整天做工 所以我就说 神啊你真好 你真好 以神为乐 这样的时候 你心想什么 神就祝福你 你祈求什么 神就祝福你 那么这套经文说什么呢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你以夜为乐 以祂为我们快乐的来源 人不是我们快乐的来源 应该说 不是主要的快乐来源 人可以有快乐的来源 不过不是主要的快乐来源 主要的快乐来源 是神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神就将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将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其实在天国里成为尊贵的人 是最好的 我们已经活了几十年 每个人都无三不成几 至少都三十岁 到底我们人生如果以后都是这样 你是不是满意呢 因为你想能够成价在地的高处 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有一个尊贵的人 你整个生命都蒙福 是更加享受的 那是怎样呢 就是时时以神为乐 将人的事 不好的事 不要放在心上 人好的事 我们就欣赏 我们就感激 感激神 又感激他 这样的时候 我们凡事都开心 因为神开心 又因为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开心 又因为神使用我而开心 那整个人都快乐了 好了 神应许怎样的人蒙神的赐福 圣经也清楚说到 在这里说到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为了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圣经很清楚说到 今生和来生 你发觉我 时时我讲到 都是识经的 解释经文 我们读经都试下这样 还有如果我们有机会分享 都时时看经文说什么 很多事我问人 经文说什么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 信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他听不到 看不到 圣经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明 圣经说了 我们就在经文看到 答案就是信就是接待 好了 这里讲到 凡事 什么叫凡事呢 下面也说出来 喜乐平安 祝福 公认 公认 延康 人际关系 恩赐 聪明智慧 生命发挥 事逢 让让神 都会凡事都有益处 并且有什么应许呢 是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不只是去天堂才有应许 是今生有应许 所以呢 哇 原来敬虔是这么好的 敬威神是这么好的 尊敬神 做神所吩咐 是这么好的 这个圣经的应许 我们触实 这个应许 我希望大家 在这本圣经里 记住 一些重要的经文 那你呢 或者在旁边 用一些字 提醒你自己 这个经文很特别 以及放在记忆里面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里讲到 前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祂的人预备 我们真心爱祂 爱不仅是感情的爱 当然包括感情的爱 也包括 我愿意亲近神 遵从神 荣耀神 侍奉神 这些都是爱的表达 做神喜欢的事 这样呢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能看见 伊朗未能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事 神都为你预备的 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这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关心神的国度 第一就是关心神的国度 想多些人信耶稣 第二呢 就是让耶稣 在你的心中做王 这样我们的心就是祂的国度 家里成为祂的国度 工作地方成为国度 教会成为神的国度 耶稣说 因为有人说到 生你和预养你的人有福 耶稣说是 但却还不如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所以他说到 玛利亚生耶稣 不是最主要的福气是祂生 最主要福气是听神的话 玛利亚也是一个听神的话的人 不过他生耶稣的福气 并不大过 却不如 这个字 我们看重点字 不如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不及于 听神的话 那就是说 听神的话 而遵守是有福的 以耶和为乐 神就使你成家地的高处 这些都是祝福了 你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在诗篇九月一篇 第十四节也说到 尊心爱神有什么后果呢 我要答救祂 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祂安置在高处 祂求告我 就应允祂 在吉兰中 我要与祂同在 我要答救祂 使祂尊贵 都是很清楚说到 爱祂的人 所以爱神是最上算的 最底的 最好的 另外就是服侍 在最后的行額 若有人服侍我 我寻必尊重祂 一个人服侍神 服侍神 不一定是教会有光位 教会有光位是好的 你见到人就服侍 就祝福祂 神就喜悦了 我们经常都想到 这个人 有些什么 我要祝福祂 神就喜悦 我们要祝福这些应许 第二 就是神应许在任何环境 祝福爱祂的人 有些人就很害怕 死了 哎呀 没有工作了 死了 什么事发生 我有病了 神的应许是什么 我们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仇 神是信实 必不叫你们仇 试探过于所能仇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得住 就是神一定会开出路 有时出路是死亡都未定 不过不要紧 死亡就去天堂 我们对耶稣的信心 信到就是说 祂做什么都是最好的 其实如果真的受逼花杀死 那不是耶稣 你记住 不是耶稣 是人杀死 但耶稣里面 都依然是一个出路 因为我们可以和神一起 到受逼花很痛苦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耶稣求你早早接我去天堂 你可以的话 你现在接我去天堂 神可以的话 你做了要做的事的时候 神可以接你 总会开一条出路 不用担心 我都试过经济困难 神一定会开出路 我亦都试过受迫迫的困难 神一定会开出路 神始终会开出路 还有 多少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其实原文是有 神在万事中做功 中文翻译就没有了 神在万事中做功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里有两个 左边、右边 左边是逆境 神做功 可以叫我们得益处 右边是顺境 可以得益处 逆境是什么 逆境叫我们更加 拔住神 当你病痛的时候 你拔住耶稣 会叫我们更加亲近神 当我们被人骂 我们拔住耶稣 有些人被人骂 就会去找人帮 或者经常想着 人说的事 这不是好的方法 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捉住神 那些人说的话 我不用介意 因为人能版 我就是这样 我放手 我们就不介意人做的事 我们放心放手 那时候叫我们成长 越来越多 在被人伤害的时候 都不介意 日后 当人面对面骂你 一直骂你 你的心一直说 不要紧 没有所谓 他说的话 没有权柄 一路他一路骂 我真的试过是这样 我一路他一路骂 一路觉得 没有所谓 不要紧 你是这样 你接受不了就是这样 没有所谓 我根本不会受了 我根本觉得 他毫无权柄 根本不需要介意他说的话 就像小朋友伤害我们 我需要不需要介意 小朋友说的话 不需要的 好了 由神应该如何进入 《奇妙计划》 很清楚 将身体献上 整个生命献上 当作活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跟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们能够 察验神的善良 能顺全可喜的旨意 就是神一定会 祝福我们的整个生命 神的旨意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信 神的旨意比任何的计划更加好 我们就 将身在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以及以神为乐 就叫我们成价在地的高处 这个也是神的美好的计划 好了 圣经也都允许 赐得性 赐给得性的基督徒 一切权并 就是说 那得性有遵守我命令到底 我要赐给他的权并 制服列国 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并 神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 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并能够赶逐污鬼 医治各人的疾病 以及教会有阴间的权并 都不能够胜过的 阴间的权并不能够胜过 教会就是说 有很多人就很怕魔鬼 魔鬼是不能够胜过我们 只要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和神有亲密关系 其实我想说 有些人在祈祷 是多些向魔鬼祈祷 多过向神 他们经常都是赶邪灵 我们多些亲近神 遵从神 魔鬼就走 魔鬼不用 有些人在祈祷 用很多时间 一直赶什么灵 赶什么灵 也有一个观念 你有愤怒 我跟你说愤怒的灵 那你就不愤怒 未必 他需要处理生命 和神的关系 不是 趕魔鬼的邪灵 这些愤怒的灵 那些人就会变得不愤怒 那些人就赐给我们天上的位分和权兵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 就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是过去识的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 在原文是过去识的 用英文看你也看到过去识的 即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与他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即是什么 我们天上有这个权兵 天上地下所有权兵都给耶稣了 耶稣也会常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好了 最后讲到就是如何 勝过魔鬼和咒座 因为很多人就很怕魔鬼和咒座 耶稣讲了 最后的行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能抢夺他的家财 即是耶稣能够赶鬼 因为他已经捆绑壮士 那有些人说 为什么魔鬼还要做那么多事情 魔鬼做事就是当人给权兵他 当我们听神话 亲近神的时候 神已经完全胜过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怕魔鬼的攻击 有些人跟我说 他说你宣教因着魔鬼的攻击 我就是照常地亲近神 神一定保护的 我真的去很多国家 我就是亲近神 多谢耶稣 哈利又感谢耶稣 享受神 又主你生命 我经常都见到神 保守祝福 但有些人就说 你经常宣教 你经常赶邪灵 你一定会被魔鬼攻击的 这句说话是令到人很害怕的 耶稣吩咐你去奉我明赶鬼 为什么赶鬼又会被邪灵攻击呢 耶稣吩咐你去使万民做我门徒 耶稣就常与我们同主 为什么会被攻击呢 他们就觉得 你做前线的事就会被攻击 这是一个很大的谎 令到人很害怕做前线 我们有耶稣和我们一起 为什么会害怕魔鬼 耶稣已经说我们绑了魔鬼 哪些人害怕魔鬼呢 他犯罪 他就害怕魔鬼 但是我们走上神的路 为什么会害怕呢 所以不用害怕的 还有给我们的权柄 可以踐踏射和蝶子 圣果仇的一切的能力 有什么能害我们 很多人就怕死了 什么害我 没有什么害到我们的 还有基督为我们受了奏灾 原文是成了奏灾 就属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奏灾 有些人很害怕奏灾 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奏灾 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我们不用害怕奏灾 有些人很害怕就死了 不知谁的奏灾传给我们 这种在基督教圈子里面 有很多迷信的说话 那些人就害怕得不得了 变了没有那种信心 祈祷又不知怎样得神应允 神说了 祂的说话在我们里面 按着祂的旨意祈求 一定应允 我有心爱神 神也为我们预备 我不用担心 神又说祂是圣灾魔鬼 我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亲近神 遵从神 圣经常常着重是什么呢 亲近神 以神为念 以祂的事为念 遵从神 处理生命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有时有些人就 就是转移了 整天看那些困难 整天看魔鬼 以为魔鬼就很厉害 我们知道魔鬼是很厉害的 但是不让他权兵 他是毫无权兵 扮我们的 所以这里 耶稣受了咒座 我们不需要派任何的咒座 接着马太 圣经的权兵 不能胜过教会 我们属神的人 魔鬼不能胜过我们 最主要我们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还有魔鬼怎么会走呢 信服神 抵挡魔鬼 RESIST RESIST 就是他来攻击你 他来影响你 我们担阻他 不是攻击 攻击是神做的工作 是神捆绑他 魔鬼已经是被耶稣捆绑的 我们只要跟神有关系 魔鬼是无权兵去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只阻挡他 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不要让他留地步 魔鬼就会逃跑 我们不需要拒怕魔鬼和他的势力 但是有很多人 经常都说魔鬼的势力 什么都是灵 那会不会有呢 那人经常在淫乱之中 可以有淫乱带来的邪灵 可以 因为他不听话 但是当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处理生命 他是不会说 那些淫乱的灵都不断进来 我们只要亲近神 尊重神 你发现那些淫乱会离开 那些愤怒会离开 那些方法 不是猛赶那些邪灵 就会搞定 他有邪灵 赶是应该的 不过很多基督徒不是有邪灵 是他生命有破口 那我们就亲近神 处理生命 如果真的有邪灵 就赶了 但是不是整天 只是赶邪灵 有些人只是 好像注目在赶邪灵 以及耶稣受了咒座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的咒座 还有这个讲到全副军装 很多人的心态就是 全副军装去打魔鬼 但是你留心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跟这个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我们穿全副军装能够抵挡 这个都是resist 抵挡魔鬼 成了一切暂立得住 那用什么抵挡呢 是真理 圣经的真道 圣经的真理 公义 有耶稣的义袍 以及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 就是说 我信耶稣将公义赐给我 我也都遵从圣经的吩咐 是有一个 走在义路上 遵从神的吩咐 有平安的福音 预备走路的鞋 事事传福音 有信德 就是信心 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 就是魔鬼攻击 用什么攻击呢 神不帮你啊 人家不喜欢你啊 你没用啊 这些是魔鬼的攻击 我用信心 我相信我是有用 我是宝贵 我还要神体重我 我不需要受攻击的 所以这个就是阻挡魔鬼了 信心 就是阻挡魔鬼 戴上救恩的头盔 神就救赎我们 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以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 并在此警醒不绝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说了就是说 怎样性的魔鬼呢 就是真理公义 平安的福音 信德 救恩的头盔 神的道 多方祷告 并为众圣徒祷告 我听过一个讲道是这样的 他说呢 这个就是军装 由跟着开始打 打就是什么呢 奉耶稣命 什么邪连走 什么邪连走 离开了这个教会 这个地区 有人这样做 我不反对 不过我觉得 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做 因为更多时间 亲近神 神的同在魔鬼就走的了 你不用要亲近神 神同充满这个地方 还要赶魔鬼 我们只要就是亲近神 处理生命 邪连自然会走的 他就说 保罗没有说一样东西 保罗说什么呢 你穿了军装 接着干什么呢 保罗没有说 这个很奇怪 最重要的人不说 只是说穿了军装 他认为穿军装 就不是打仗 穿军装之后才去打仗 即是去趕那些邪连 但是保罗如果这件事真的 你要穿军装之后 要凤耶松明 那些邪连走啊走啊走 他应该要解释这件事 以及在士图行传 是他们传道的过程 他们去到被人捉 菲勒比捉去坐牢 以忽所有很多那些伴偶像 那些人猛地立喊 又捉了保罗 立即有人救了他 他带了他走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聚集 但是你发现 保罗的祈祷 他在菲勒比的祈祷 他是赞美神 他就没有在这里 夜间祈祷 什么邪连走 什么邪连走 他是没有这样的记录 其实我看全本圣经 我都看不到这样的记录 我去找 如果这个祈祷这么重要 为什么圣经不教呢 我发现圣经是没有讲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加一些这样的教导 我想说 我们是跟从圣经 有些人这样做 是可以的 不过 如果你百分之一的时间 百分之几的时间 这样祈祷 是可以的 但如果百分之九十都这样祈祷 我说 你是亲近神 还是你经常说邪灵 我们亲近神 神会祝福我们一切 深信神的美善 和祂的权柄 神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爱我们的 很关心我们 祂怎么会 最重要的不说 说到那些次要的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记得神 圣经说的是最重要的 我不否定有圣经以外的教导 不过 这里很重要 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有重要的教义都应该取自圣经 神不会留下重要的教导的方法 不启示给我们 祂不会留下最重要的 就是留下不说 次重要的先说 任何教导 不能违反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但有没有一些可能的教导 圣经没有说 有可能 不过不会是最重要的教导 如果最重要的圣经 一定会告诉我们 有时有些教导 譬如说 赶邪灵时看着眼 有个人说 那也挺好 那我又做 那也挺好 那我又觉得没有违反圣经 我又照做 那是否一定要看着眼 我又不是一定 不过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教导 不过这不是主要的教导 主要的教导是耶稣有权兵 所以我赶邪灵 有时不是赶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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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我 有时那些人的邪灵便会走 因为神的同在便会走 我试过在宣教 我就可以赞给神 那些邪灵张显 那人问我 你是否赶邪灵 我说 你看他有张显 也是吧 他说 为什么你没有赶赶 我说神的同在会赶赶 不过我也会赶赶 不过神的同在自然邪灵便会走 两样都可以用的 有时有人赶邪灵 叫到很大声 叫半个小时 不断地赶赶 转一下方法 爱神 赞美神 唱诗歌 欢喜神 神都会做功赶逐邪灵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就是什么呢 所有的信仰 重要的信仰基础都是取自圣经 现在实在太多 网上的教导 有些群体的教导 是圣经没有讲的 是真的有的 我自己看到很多 我希望大家留意 多些看圣经 从圣经领受我们的信仰 和我们坚持的地方 触实圣经的应许 神不会把最重要的教导 留下不给我们的 还有任何教导 不能违反圣经 如果他违反圣经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拒绝 好 我们现在唱这首歌 就是说在神里面得胜 不用怕无鬼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有个欢喜的心来到神面前 哈利路亚 有个欢喜的心 你可以和我用摇鼓 可以 可以和我用摇鼓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愿日已得改变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你是王 在你爱里 我要宣告 我不必最终打住 是你 带领着我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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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此生要靠着主外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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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此生要靠着主外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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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经怕错敗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终止生要靠着主爱去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惊怕挫败 靠着主人更光复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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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祢带领着祢带领着祢带领着祢带领 祢带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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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带领 主爱我都永远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帮助我们 耶稣有信心 耶稣在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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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祢我们万事足 有神万事足 有神我们就有信心 坚定的信心 相信神一定祝福 不需要怕任何隐藏的就座 有神保守我们 我们听神的话必定蒙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主赐给我们信心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祝我们时时触实神的话语 触实神的应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